美联储经济学家最新研究显示 在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 美国最低收入阶层有超过三分之一倍裁员 约为最高收入阶层失业人数的四倍 美联储经济学家托马兹、Leonard和Ryan等人 在给布鲁金斯学会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发现在薪资分部最低五分位组的全部就业者中 有超过35%在截至4月中至少暂时失去了工作 最高五分位组的可比数字仅为9%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担心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 对承受力最弱的人伤害最大 这个发现印证了这种担忧 在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同时 美国股市的现实看起来却异常离奇 一度暴跌35%的美股 竟在短短两个多月内完成大幅反弹 以纳斯达克指数为例 随着疫情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 于6月10日历史性的触及 1086点的新高度 在经过短暂的回落后 纳斯达克指数23日再创新高 到达10131点 美国股市的上涨又使大量散户入场 当因疫情被困在家的散户无处消费时 面对一路上涨的美国股票 用政府补贴来进行投机 似乎也成为散户们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体育论坛 Bustur Sports的创始人 肩网红David Pornoi Pornoi原本与金融市场 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但因为最近在市场中 重仓被巴菲特抛弃的航空股 而名声大噪 Pornoi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 我相信巴菲特已经过时了 我才是现在的股票大佬 不过近日 高盛集团CEODavid Solomon 在6月24号表示 股市已经收复了今年的 几乎全部跌幅 但美国企业的盈利潜力 不能证明这种上涨的合理性 如果我的看法正确 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 你将看到这种情况的重新平衡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师认为 美国股市面临二次下跌的风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